我們接下來葉的外型、葉的分配、分佈狀態、排列方式講完 接下來要看葉的內部結構 要把它剖開來看 好首先我們把一片葉子一剖 好請看這一片 這一個葉片的橫切 這個標準模式 上面有上表皮 下面有下表皮 在這個途中被標成一顆一顆的黑點點 那個叫葉綠體 你這樣一路掃描過去 一片葉子當中誰有葉綠體呢 中間的叫葉肉細胞有 還有就是表皮中有氣孔旁邊兩個保衛細胞有 好所以葉子中只有葉肉跟保衛細胞有葉綠體 上下表皮是沒有的 好然後圍拐樹也沒有哦 因為它們不會形光合作 那只是中間的葉肉哦 靠上面排列的很整齊 好像柵欄一般的整齊 所以叫柵狀組織 那下半部的這些葉肉排列的很舒收 好像你洗完用的海綿很鬆很軟 可以吸水吸空氣的叫海綿組織 所以這兩個組織加在一起就是所謂的葉肉組織 而葉肉組織才有葉綠體形光合作用 另外下表皮或上表皮的氣孔 兩側的保衛細胞也有葉綠體可以形光合作用 它可以控制氣孔的開關 好現在各位看了這就是一片葉子的樣子 講完了這就是葉子的結構 好可是各位特別注意 我只能說植物很多種 部分植物 葉子的橫切是長下面這個樣子 有一些植物的葉子橫切之後不是長這個樣子的 我們高一就不會講 我們會等高二以後才會提到 那大部分的葉子長這樣你就了解一下就好了 好中央這個是什麼鬼的讓我圈起來 就是葉脈 可能是中熱也可能是它橫插出去的葉脈 而葉脈我現在把它放就光看葉脈就好了 現在我打點點的這個圍著葉脈的這一圈細胞 它有名字的它叫尾管束翹 而那個細胞就叫尾管束翹細胞 講到這裡你會覺得這個名字取得很有道理 它包的是木質布跟任皮布 它包的是尾管束 而它包住別人你就叫做翹 包住劍的叫劍翹 包住金的那個單直接植物的那個叫做葉翹 而這個包的尾管束的叫尾管束翹 所以外面那一圈叫尾管束翹細胞 另外尾管束你把尾管束剖開之後往裡面找 裡面就是所謂的尾管束囉 上面叫做木質布 下面叫做任皮布 出現一個奇怪的通則了 葉脈中都是木質布在上面 任皮布在下面 就像金木質布淋在裡面 任皮布淋在外面 請問你們國中有聽過老師解釋為什麼了嗎 為什麼金的木質布在內 任皮布在外 而到了葉子的葉脈 又變成木質布在上任皮布在下 有聽過解釋嗎 如果沒有 反正我今天都會補充一下下 好說一下吧 就是假設這是植物的金 它插出去形成一個 葉片 好那當然葉片 這是它的葉柄 葉柄延伸進來就是它的中樂 也是它的葉脈 就延伸到葉片裡啦 好我用這個示意圖表達 我們以前說啊 靠裡面的是木質布 我們以前是用 我用這個表達好了 這是木質布 木 它在裡面 好接下來呢 任皮布朝外 任皮布我用綠色好了 然後因為這是白筆 我就用比較深一點的綠色 好 這是任皮布 那當然中間有可能打叉叉的 就是微管束形成層 向內分裂形成木質布 向外分裂形成任皮布 好這是金的樣子對不對 好現在你這樣想 這個金由底端往上延伸 然後往旁邊插出去的時候 會變這樣子 fotograf 從下面的延伸出去 穿過你的形成層 畫粗一點 好啦 Five 木質布本來在內 任皮布本來在外 往外生長出去之後 木質布自然變向上 任皮布自然在下 所以当你做横切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一切咔嚓 木质布在上 韧皮布在下 而在叶柄是如此 叶麦更是如此 所以我们刚刚那个图 为什么会是木质布在上 下面是 画成蓝色是韧皮布在下 要知道 所以你会判断叶子的上表皮下表皮 可以透过尾管束的分布 不要透过气孔 因为有些植物的上下表皮都有气孔 有些植物只有下表皮有气孔 有些植物只有上表皮有气孔 所以气孔的分布不准 但是你也可以透过 杂状组织海绵组织的 但是有些植物的杂状组织海绵组织 没那么明显 你可以通过叶脉来佐证 以上这是叶子的内部结构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真正的照片 因为这是手绘图 画得很漂漂 我们看真正的照片 这是地瓜叶 上面这叫上表皮 下面这叫下表皮 这就是它的中肋 上面这个颜色深的是 死掉的后臂细胞叫木质布 下面颜色比较浅的 是细胞比较薄的热米布 果然是木质布在上热米布在下 好这一片呢 叫做榨状组织排便整形 下面叫做海绵组织 好到这边出现个怪东西 这是什么鬼啊 这什么鬼啊 怎么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各位这是叶脉 为什么没有延伸过来呢 因为它是网状脉 网状脉就这样不归 比如说网站 网子比较难化 比如说我这样长 这是我的叶脉 叶脉 我的叶脉 好我现在切片了 我这样切 咔嚓 我切到这个 切到这个 就一二三 三个不连续的 所以当你切叶脉 发现你的叶脉 怎么是跳着长的 代表你是网状脉啊 但如果今天你切之后 你的叶脉怎么是直直出来的 你就可能是叶脉是直的 你可能是平行脉的 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所以这是一个地瓜叶的照片 给大家做参考 古来跟前面画的手绘图 还蛮像的 就是这样的模式 好以上 是叶脉的内部结构